好 体坛的瞩目焦点来看到 四年一度的世界十二强棒球锦标赛 迈入到了第三届 而今年由台湾 日本跟墨西哥共同举办 明天13号台湾所属的B组队 将在台北大巨蛋来开打 台湾首战将会对上速敌南海恩 在开赛记者会上中华队喊话 目标要前进东京 台湾 南海恩 古巴棒球好手总教练一字赔开 四年一度的世界十二强棒球锦标赛 准备在台北大巨蛋K打 台湾所属的B组队 13号首战将强碰速敌南海 上演台韩大战 中华队力拼 抢下晋级 每个选手上的场 一定会想要把自己最好的能力拿出来 打好每场比赛 赢下每场比赛 目标当然是前往东京 台湾取得预赛主办权 从10号热身赛到24号为期15天赛事 在台北大巨蛋和贴母棒球场登场 B组预赛台湾13号对上南海 14号交手多米尼加 16号迎战日本 17号18号分别对上澳洲与古巴 面对南海国家队 这次以年轻主力心血为主 中华队有秘密武器 我们也有最好的运营武器 就是我们的台湾球迷的一个力量 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在整个对决上不能闪躲 你还是要去勇于去攻击 打者的一个好球带 那当然火力一定都是有他的优缺点 那怎么样去在过程中怎么面对每一位打者 我相信这个我们跟投手之间 我们会搭配好我们自己的战略 基本上在去年打亚冠赛的时候 我就有见识到他们的实力 他们每个人的力指都很好 就是不管是投手的强度 打者的力量 如果你情绪看很多人打不到球 做不好 其实也是败备 那当然就是把自己的心态准备好 然后面对比赛 13号登场的台韩对决 南海预计派出侧投高涌表 中华队王牌先发 则有望由年仅21岁的 旅美左头林玉明出战 台湾球迷已经准备好 要替中华队加油应援 时事启动 新唐云 亚特电视 时间里照听于台湾 台北报道